我們的專題是無筆蓋多功能水性筆 我們這支筆的特點就是 可以將像是彩色筆 奇異筆這類的筆 就可以直接用一推 直接用推的方式讓筆直接出來然後可以直接在 書面上直接進行書寫 然後拉回去的時候 讓蓋子會自動關起來 然後呢這樣就不需要 拔開蓋子或是 蓋蓋子 筆蓋可能會遺失這種風險就會降低然後就是 可以不需要有拔蓋子的這些動作 我們這支筆 主要分成六個零件 後筆殼 前筆殼 以及筆蓋的部分 另外裡面還有分 還有鎖緊 然後筆心 跟 這個滑塊 滑塊 滑塊的設計就是 他有這種很像彈簧的功能 他上面這裡有一個 凸點 凸點 他是為了配合 鉛筆殼裡面的凹槽 以及凹洞 讓筆在推出來的時候 可以剛好卡住 在寫的時候不會倒退路 往後的時候也可以卡住 讓筆不會直接掉下來 當筆心套到 滑塊裡面的時候 筆心前面這裡有個蹭墊 剛好可以跟 滑塊這邊的凹槽 做配合 然後旋鈕鎖緊 鎖上去 他這邊有斜的螺紋設計 這邊有螺紋 這樣鎖 他越來越緊 他就可以把筆心完全夾住 然後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然後筆蓋的部分 我們他這邊也是類似彈簧的結構 這樣推出去 回彈 照來講他要彈回來了 因為可能因為我們材料結構關係導致他沒有辦法彈回來 他彈回來原理就是他在轉軸的部分 看得到嗎 他轉軸部分 這裡有做斜角 有斜角的部分 筆在筆蓋在往外推的時候 他會因為擴張關係導致變緊繃 而筆縮壞的時候他會因為 沒有 推力 沒有東西裝在這邊 他就會因為斜度的關係而慢慢 好 就會 不會那麼緊繃他就會自己縮回去了 就算了 谢谢大家